凌晨三點多 菜市場出現竊賊 兩個穿著粉色衣服的阿姨 騎著機車來到攤販前 看起來熟悶熟路 鎖定沒有上鎖的冰箱 一袋一袋的拿 穿底鞋 然後戴手套 感覺他也是做市場的那種 是可能有來市場觀察過了 知道什麼東西在哪裡 什麼東西 幾點會有人來 不只如此 他們還繞到周邊雞肉攤 帶走三隻土雞 還有剁刀 手套等工具 感覺是有備而來 貢丸 餛飩 應該還有肉 都拿一些拿一些 就是可能回家煮的 不是說拿去又變賣什麼 菜市場被當成免費超市 想吃什麼隨便拿 三間攤販準師 雞肉 雞蛋 餛飩 貢丸 甚至是身材工具 但所有行為 都被監視器排得一清二楚 市場府把這個市場 蒸16個的監視器 所以每一個地方 只要去拍 就都一定照得到就對了 大致上初步估計約五六千元 我們就是已經有鎖定 飯前所使用的車輛 那我們現在以車追人 兩名竊賊騎機車霜 在偷遍菜市場 雖然損失金額不高 但攤商隔天早上打開冰箱一看 發現食材被搬光 還是覺得超傻眼 希望警方趕緊抓到人 釐清犯動機 記者黃修鳳 李雲傑 台中報導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